提高台湾国际能见度的还有这一场活动 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将从10月8号一直进行到16号 地点是选在中兴新村 民众除了能够在现场喝到南投县的好茶 还可以欣赏到中国、日本还有韩国等地的茶道表演 另外主办单位也规划了很多的主题展览馆 要让民众体验世界各国不一样的茶叶风味 小朋友的精彩表演除了为记者会带来热闹气氛 也展现出今年的世界茶叶博览会将会相当精彩 世界茶叶博览会将从10月8号开始进行 为期9天的活动除了有县内的茶叶展收 民众还能在现场喝到全国各地的比赛茶 到南投县来 来这边观观 来这边品茶 来这边来签几个泡茶这个活动 都是相当的有吸引力的 能够将南投县所有四川江镇的茶 能够好地畅销出去 同时呢也能够将我们的茶会的化推广出去 带动我们的花光 让我们的经济产品能够提升 同时也能够结合 也要能够作国化 达到我们的工业三成 今年的世界茶叶博览会 也有安排一连串的精彩活动 要让大家来参与 像是牵人泡茶 揉茶等等 都是相当难得的经验 茶的这些揉茶 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也带动我们整个茶区 这个南投的八大茶区的茶叶 能够借这个机会好好的行销 把南投县最好的茶行雕道 全国全世界过地 让我们的台湾能够亮走出去 更亮点 过去的茶叶博览会 都吸引了上万人次来参与 这次县政府将部分活动 移来户外举办 让民众能够在大自然里 喝到南投好茶 并且行销中心新春的美景 这个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能够吸引全国或甚至于世界 喜爱评茶的日本韩国 最方便的 他们也都会来参加 这个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 来吸引观光客 然后带动我们茶叶的促销 南投县政府邀请各位乡亲 一定要来南投走一趟 除了能够了解传统的茶文化以外 同时也能够喝到最香 最回甘的南投好茶 记得终于下纳特线 参访不到